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慧读这几句话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知道它的意思 这段话的意思是 对于一位真正有人德品行高尚的人 人们自然对它心怀敬畏 因为它们说话不会故意歪曲事实 也不会故意向人谄媚讨好 想知道怎样记住《弟子规》第76段的内容吗? 事不宜迟 马上进入我们的高校记忆联想空间吧 数字76 通过谐音的方法可以继承犀牛 所以数字76对应的编码是犀牛 裹人者可以根据谐音转化为吃水果的人者 人多味则通过含义联想成 人们多半是畏惧的 言不会可以转化为话都不会说 最后我们把这几个画面串联起来 面对犀牛和吃水果的人者 人们多半是畏惧的 话都不会说 而且吓得脸色都不美了 你们都学会了吗? 一起来复习一下 首先看到这头犀牛 我们可以立马想到数字76 面对犀牛和吃水果的人者 人们多半是畏惧的 从而联想到 裹人者 人多味 在犀牛和人者面前 人们话都不会说 而且吓得脸色都不美了 进而联想到 言不会色不美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尝试回顾一下 刚才所记的内容 76 果人者 人多味 言不会色不美 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轻轻松松 就记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